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岛国 新加坡并不满足于仅仅依赖本地的发电 到2035年这座岛屿城市计划 从周边国家引入约6GW的低碳电力 占未来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一 这背后涉及着铺设数千公里的海底电力高速公路 连接从马来西亚印尼 甚至远至澳洲的绿色电力资源 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依赖外部供电值得担心吗 电费会怎么变化 这对普通新加坡人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将逐一拆解这些问题 让你更全面理解新加坡追求 清洁能源转型的策略和挑战 而在视频最后我们也会探讨这样的能源布局 究竟对下一代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章现状解析 从零散项目到系统性布局 眼下的新加坡已经在下 跨国电力输入迈出关键几步 政府正在审批多起跨境电力项目 扩充进口低碳能源规模 这是一项清晰的长期布局 一个代表性项目是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合作 通过铺设超过700公里的海底电缆 到2035年引入1GW的水电 这将是新加坡首个群天候可再生鸡鹤的进口案例 这只是开始 新加坡还与印尼合作太阳能和储能结合项目 将1.4GW清洁能源输送到新加坡 同时让印尼受益 此外豪至数十亿美元的澳洲3k宝项目 曾计划通过超长海底电缆输送太阳能到新加坡 虽然该项目暂时搁浅 但新加坡的目标明确 即连接整个东南亚乃至更远的能源网络 成为区域能源枢纽 这些项目不仅独立运作 而是构建多样化能源供应策略的重要一步 然而这令人疑问的是 为什么新加坡选择向外看而不是依靠自己 第二张现实动机 为什么是外来电力 为何作为一座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新加坡需要从国外进口能源而非自力更生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这一切都源于新加坡自身有限的资源条件 作为一个极有719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 用于建设大规模太阳能电站风电厂 或者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的空间几乎是零 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风和土地资源 让自己自足变得不可行 政府对此其实有清晰的账目规划 国内加大投资化石燃料 不符合群球碳中和的目标 而尝试替代建设完全本地化的再生能源 成本可能会非常高昂 相比之下 从周边国家直接引入清洁电力 不仅能快速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还会让每公里电力的碳排放 和经济成本都降到更低 更重要的新加坡的目标 并不仅仅是满足自己 而是以此为期入口 成为未来区域电力的中转枢纽 这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地位来说 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然而在基金的目标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海底电缆这个核心技术如何支持这一切 第三章海底电缆 技术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新加坡的雄心勃勃计划要想落地 绕不开的核心技术就是海底电缆 这种水下脉络承担着传输清洁电力的重任 连接新加坡与合作伙伴的关键节点 例如从沙拉越到新加坡的那条超过 几百公里的电缆需要穿越深海海沟 而未来来自印尼甚至澳洲的清洁能源 可能需要超过一千公里的电缆 这是极具挑战的工程 不仅需要顶级的耐用材料 确保抗腐蚀性和高效输电能力 还需要多年的规划与建设 首批项目可能要到2030年代才能投入使用 此外还有现实的经济问题 海底电缆的造价昂贵 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 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维护成本也很高 为吸引资本并使投资可持续 新加坡推出了30年的长期进口许可政策 并通过严格的审批标准挑选合作伙伴 来平摊风险和成本 虽然技术和资金逐步进入正轨 但公众对这场能源转型的看法如何 如此庞大的投资 最终会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回报 第四章公众焦点 我们的电费怎么办 有什么好处 新加坡人最关心的或许是 跨国电力合作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荷包 低电费真的会降吗 答案是长期来看可能会逐步下降 因为规模化的低碳进口能有效降低 单位能源的整体成本 但短期内因高昂的初期建设和运营成本 价格可能不会立即下降 第二新加坡会不会依依赖外来电 而造成能源安全问题 这显然是很多人的顾虑 但这种跨国供电体系并非单一依赖 虽然新加坡保留了部分本地发电能力 比如液化天然性发电站和储能电池 作为后备能源 另外跨境电力管道还设计多条线路 合同多元化以分散风险 从而避免一个国家断电 整个新加坡受影响的极端情况 那么这对我们具体的好处是什么呢 首先这些项目会创造大量相关岗位 如工程师运为人员电力 金融监管法律服务等领域推动就业增长 长期而言下游企业 比如清洁能源领域的数据中心和科技公司 也会增加对人才的需求创新机会更多 第五章风险与对策 蓝图之外的现实难题 理想固然美好 但通往清洁能源枢纽的道路并不平坦 新加坡面临四个显著风险 首先是工程建设风险 海底电缆的设计和辐射 需客服复杂的施工及耐久性难题 其次是地缘政治风险在国际局势复杂的背景下 确保合同的可靠性 和电力供应链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第三是生态影响 水电可能影响上游生态系统 而太阳能项目可能侵占自然环境 新加坡已要求所有合作项目必须符合 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以缓解这些问题 最后高昂的前期投资带来的 资金压力使得价格波动成为风险 为此新加坡通过长期许可证来吸引稳定资本 确保项目的投资回报和成本控制 尽管面临挑战政府与市场正在阶级合作 但问题是为了一个绿色未来 你是否愿意付出更多 结论与互动面向未来的电力保险网 总结起来新加坡不是吧 电源的钥匙完全交给别人 也不是构建一个绝对依赖的单线网络 而是在布局一个区域性的电力保险网 这个战略设想既有着清洁低碳的长远愿景 也希望用更多的合作与创新 实现电力的安全和稳定 但这也让我们每个人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有一天还懒断了怎么办 电费上涨你还能接受吗 为了更绿的未来 你会不会愿意多付一点电费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如果你对跨国电力如何规划有更大的兴趣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一期我们将深入解析具体项目的技术挑战